二媳妇你都吃四个了还没吃饱吗 嗯婆婆还没呢怎么了 没事没事你吃的下都多吃点这个水果吃了好 嗯吃的下还能再吃下五个呢很好吃呢 喂阿赛小鱼你怎么还没来呀 你忘记我今天给你约的面试了吗 哈我都忘记了你等一下我马上下山 婆婆我有个面试你慢慢踩我先下山了 哎那你等一下啊带两个给阿赛吃啊 好那我先走了 哎慢点 哎这一天天毛毛躁躁的 阿赛我来了 你不对啊 哈我怎么了 你平时穿的那么好看今天去面试怎么穿的这么随意呀 刚刚在山上采水果这样子方便一点 那你赶紧回去捣吃一下呀 不用了吧 我看那些面试都看经验不看外表的 去换吧你穿的又邋遢人家只会觉得你做事也邋遢 他们只看经验没关系的 什么没关系啊赶紧回去换一下 好吧好吧这个水果拿去吃我回家找吃一下 我们走吧 太好了 这样就对了嘛皮肤看起来好好 不像我妈脸痘印怎么都遮不住 那那我们赶紧走吧 要来不及了 我们赶紧走 哎 我给你吃大沙 留下定留下了 哎呀 哈 我搞我搞我搞了 哎好 哈哈哈哈 就这里 啊我好紧张啊 别紧张啊按我教你的说就可以了 我们上去 就会离开 杰哥我们来了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张晓云 你好 你好 你的形象不错 我们这边招前台 你有做前台的经验吗 没有 但是我会努力学的 嗯可以 但是你没经验 成绩工资不高 没关系 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就行了 你态度不错 最快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什么时候都可以 就明天吧 行 那你明天来八道吧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杰哥 那我们先走了 OK 谢谢你啊 没事 跟我客气什么 你好好干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嗯 那我们回去吧 好 好了 下次再来啊 好 而且你看这个九月花 这个这个九月花啊 这个黄油啊 哎呀 幸福啊你 哪里 别比了这个 这比了两下 好 来看看去啊 这样慢走啊 过去一条啦 快快 抹盖眼泪 看他花末 没了过人间 无非一瞬间 每段并肩 都不过是擦肩 曾经辜负那位 这才被亏欠了 老婆我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面试怎么样啊 没关系啦 工作慢慢着 会有适合你的 好了你去休息一下 饭马上就好了 我面试过了 明天就去上班了 啊 那太好了 你也真是调皮 老婆我来帮你烧火吧 今天不用烧火 咱就吃吧 阿媳妇吃饭了 好 多吃点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第一天好好表现 老婆我今天是不是 换了套衣服换了个妆 就通过面试了 老板好像不是看自己的 不知道面试你的公司 对你的经验的要求 但是你打扮好了 再去面试肯定没错 老婆 可是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 外面没有那么重要的 阿媳妇呀 很少有人愿意 从你不堪的形象中 慢慢发现你的内在美 他们看到你臃肿的身材 就会觉得你不自律 从你邋遢的外表 只会看到你的不认真 说的也对 自己感觉好像真的有用 哎 我相信同样条件下 形象是你的加分项 也是你的好运 能够给自己添好运的事 谁会拒绝呢 嗯 婆婆你说的对 阿媳妇呀 快别拍了 她都快被你拍烂了 婆婆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水果 你之前不是吃过吗 真是 我以为攒在海里呢 怎么攒在这啊 真的好奇怪 这是大惊小怪的 这漫山遍野都是的 干净踩 哦 我知道了 因为怎么攒这么丑啊 宁静的山天 婆婆 你看这三个好大呀 那个还没熟啊 你就踩啦 心里的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阿媳妇我们走吧 好 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头头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能问 嘿小玉 我正要去找你呢 啊 你来找我 你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啊 怎么了 静静 我想找你借三千六 借三千六啊 不是你前几次找我借的两千 我还没还我呢 我记得之前借的 可是这次要不是实在没办法 我也不会再麻烦你的 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有点困难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好吧 那我去问问阿杰吧 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阿媳妇 你这怎么了 我在纠结 要不要借静静琴 他都几次借钱不花 你还犹豫要不要借 你这是把这一张 不公益银行了吧 这种人 你就不要理他 这样子不好吧 他好像真的很困难 谁不难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先去摆他了 好 我是再想想办法吧 怎么还挂我电话呢 干嘛什么呢 好 没关系 在我心里面 我自己封锁我来了 哎呀 这夏三年在能量啊 怕 下 也有梦 有梦 有梦不理 哎呀 这个 你外不是得 你外不是? 再买再买这个来 再买了个 你看不轻贵 啊不对啊啊 哎好搞 这么一样啊 哎呀 好好好 好好给啊 哎这是遇到大户了 阿姐 你身上还有钱吗 今天早我借三千六 他又借钱 上次借的还了没有 不借 可是他说这次非常困难 那也不行 我们就不难吗 我要忙了 你别烦我了 好我知道了 等会我想回首里啊 静静 哎小玉怎么样了 不好意思啊 这次确实也没钱 不能借你了 明明衣服那么多 身上那么有钱 这点钱还怎么抹着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吃 睡在所年 都还没 看 yourself 因为我听他说不 怎么会呢 我就听说不 什么 什么 你听我说不这种 你才不注意 你才不注意 还是不注意 你才当事 你自己才是 拥一些 你要说不 你可是为什么 让你翻唱 对啊 我帮你呜 阿媳妇你坐下干嘛不进去吗 婆婆我没借情给津津 她好像生气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媳妇你很善良 但是你的善良又留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 而不是那些把你付出当做理所当然的人 不要做没有底线的烂好人 阿玲啊 你来干嘛呀 哎呀你不要生气了 前天是我没考虑好 委屈你阿媳妇了 我来跟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我不需要 对对对 是跟小云道歉 小云啊 对不起那天太忙了 没留你吃饭 不要生小姑的气 不会不会 我没有生气小姑 你不用饭在心上 那就好 我晚上特地煮了一桌菜 阿里小云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不用不用了 我家也做饭了 哎呀你不去就是还生我的气 走吧走吧 行吧行吧 阿媳妇我们走吧 婆婆 今天小姑怎么会来道歉啊 我以为她 你为什么呀 我和你小姑性格都一样 每次都是因为小事情吵架 但是第二天错的人都会道歉 你们这么犯得下面子吗 面子能当饭吃吗 做事情啊 跟着心走就好了 那小姑不是天天道歉吗 是啊 天天做事冲动了 再来道歉 我都习惯了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来来来来